这里是我的家 我的故事开始的起点 读书 恋爱 工作 我以为人生将顺着这样的轨迹 不断向外延展 可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却两次退回到原点 一次是因为感情 一次是因为工作 人生吧 总有很多无奈 让你不得不接受 你还在跟别人一起 在老国房里合租吗 只有头顶上有乌铜树的地方 才是上海 可是这一次 我想主动一点 您好 飞翔梦小嘉 欢迎您 我是之前在网上 应该遇到我们租房的 陈小姐是吗 是 陈小姐 今年34岁 家住崇尼 是武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 再读硕士研究生 那您今天是从哪里过来 我今天是从崇尼过来的 因为正好下午有课嘛 所以就特地跟你们约了上午 那还挺远的 您是住那儿吗 对 现在暂时住那边 那您先填一下这个表 您的兴趣是摄影啊 难怪会随身带一个摄影 对对对 我基本上都是随身带的 因为平时看到一些好的东西 我就是喜欢抓拍 记录生活嘛 现在是准备要在市区这边租房子吗 对对 因为我今年下半年开始要读书嘛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 崇尼市区两头跑 还是回市区再租一套小房子吧 又可能会相对便捷一些 确实每天来回崇尼还真的挺折腾的 对对对 那您是想住在哪边呢 是离学要近一点吗 还是 因为我原来是在新天地上班嘛 之前的房子也是住在那边 所以我就想也是在那个区域吧 因为那边就是说 它整体环境特别好 就是看似是市中心 但其实就是闹钟取静嘛 然后出门生活特别便利 有很多餐厅啊 一些超市啊 菜场都有 基本上生活设施是很齐全的 然后我那时候住在那边就觉得特别的方便 然后呢就是出门还有很多梧桐树 所以这次其实我觉得 也特别想要租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环境吧 最好也像他们那边一样 就是出门就有很多梧桐树 感问您的预算大概在多少 如果住市中心的话 可能房子不会太便宜哦 因为现在没有工作嘛 暂时是在读书 我觉得两千古以下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它会是一笔比较大的开销 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因为平时我可以在周边生活学习 其实我觉得我因为是一个人住嘛 然后我对房子的要求其实也不是太高 就也不用那种特别新 面积也不用太大 偶尔有可能朋友会来聚一聚啊 或者有时候我妈来看我 也能打个地铺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的要求是不是太多了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适合你的房子 我觉得两千古以下吧 是出门就有很多梧桐树 然后我也挺喜欢这种 我老是小区的 感觉特别有年代感 这一次 非常梦想家的两位小哥 帮陈小姐找的房子 在于黄浦区的南昌路 南昌路虽然不长 却蕴藏了很多故事和惊喜 可以说是文艺青年们的最爱 小姐 这里就是南昌路 然后整个两边的梧桐树 非常的好看 它在引来华海路人流的同时 还刚好避开了华海路的喧嚣 同时它跟几个特别有气质的马路 也是相连的 比如说这个雁档路 四南路等等 这个街道 它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一种 艺术化的风围 跟我原来住的地方还挺像的 而且逛南昌路 是不要花太多力气的 这里全程就1.7公里 连接了向阳南路和重庆南路 你看这个房子也是万有特色的 它最高也不会超过 一个梧桐树的高度 所以是一开窗 就可以摘一片梧桐树叶 在这里生活的一些阿姨们 每天早上起来 打开窗户的第一口空气 梧桐树闻 梧桐树闻 然后我上次来 给你找房子的时候 我也是从陕西南路走过来 然后我当时又听着一首民谣 哇 真的是太有感觉了 叫做白 白 嗯 南昌大楼算是南昌路的地标线的建筑 南昌大楼的一楼以前是车库 二楼及以上才是住宅 而且公寓楼和保姆楼是分开的 这也成为南昌大楼最大的特色 小心 好 哇 好壮观啊 走到南昌大楼的顶楼平台 可以俯瞰环海芳的全貌 这里曾经居住过不少名人 巴金在这边住了18年 哦 巴金 对 然后著名的画家 徐悲鸿也在这住过 气象学家朱可征也在这边住过 而在南昌路136楼 一栋其貌不扬的小楼里 曾经谱写下了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故事 是这间啊 对 你看这个牌子 自己都已经斑驳了 为了跟陆小曼维持生活 好像徐志摩特地去外面教书啊 很辛苦 然后为了这个经济的事情 他们俩应该也有过很多争论 我不找你邀请我找谁啊 对不起 我不是一个会赚钱的账目 不过三个大学两间书局 我已经尽力了 我顺着你 是希望两个人不要为了钱的事情闹 想问一下 那这里是徐志摩的旧居是吗 还是 对对对 具体也不知道住在哪一间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他那个三楼亭之间啊 老周他是追门为探格 在那个里面呢 就住了一个印度的物质 就反正探格来 就是在他那里 这附近这么多名人旧居的话 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到您家来看啊 有 有 好多人啊 他生自来过的 回来寻根啊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老周这个房子是一层的 都是一家人家 这是会客室啊 这里面是锁房间 这里面就上去了 就像印度那个一样 不止 然后他来就住这间房间 那现在里面还是印度风格吗 没有了 我来就没看到了 同样是在136楼 还能找到巴金住过的房子 这之前是巴金住过是吗 对对对对 听说是1922年吧 哦 1922年 住到1923年的春天 就是这一间吗 就是这一间 反正来的人很多的 那我也借他的人气吧 来的很多嘛 都是比较热情的招待人家吧 他妈妈谈他讲讲过去 就这样也蛮开心的 故人已逝 不带走一片云彩 可他们留下的诗篇和故事 却让人狭小无限 感慨万千 我们当时在徐志摩故居前 讨论徐志摩和陆小嫩 爱情故事的时候 好像有些感触 对啊 其实你想虽然说 他们都是名人诗人 但他们碰到的一些情感的问题 其实跟普通人一样 包括我自己 我的第一段感情 发生在刚毕业的时候 我跟他其实都没有 太多的恋爱经验吧 算是一张白纸 其实2008年的时候 我跟他就领证了 但是婚后发现 我跟他的金钱观 特别的不一样 我想那个也许是我们 感情最后失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后来也是因为装修的一些事情 在买东西采购的过程当中 爆发了一些口角 各不忍让 然后那时候就挺大的争执 他觉得够用 管用就行 那女生肯定会觉得 要漂亮一些 或者符合一些 你们所谓的品味啊等等 那其实这里面 就会有很多的矛盾产生 后来一气之下 两个人就分开了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 其实我跟他 也没有去办酒水 都还没来得及 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所以有时候觉得 好像莫名其妙就是 就是经历了这一切 那你是通过什么事情 去释怀的呢 学会爱自己嘛 你会发现 其实安全感 是自己给自己的 然后你其实想通这件事情 你就不会那么急于 去寻找另一半 现在回头想想 我觉得那个 其实就是你生命当中 不一样的经历吧 就是如果没有那件事情 就不会有不一样的 生活的感悟 了解了南昌路的历史文化 下一站要去感受的 是这里的市井气息 和生活摆摊 这个是什么 善庆坊 这里虽然看起来 青猫不一样 实际上没有冬天 你可以看这个墙地上 这应该是有人 用联合画的形式 记录了上海人的 生活状态 你们知道这什么吗 这个像脸盆的感觉 上海话是 小盆啊 还有旁边那个最小的 花瓶 这个是 是韬鱼 对对对 韬鱼 都是以前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住在这样的 弄堂里面 都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不是 是上海人的 所以可能看到这些 反而能特别直观地 感受到 有点上海之前 是这样的 可见南昌路 虽然文化气息浓厚 却也不是一条 不接地气的马路 在这里 不仅生活便利 设施齐全 还有不少 情趣特色的小店 绝对让人 一天逛不够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嗯 我以前的工作 也和设计有关 最爱逛家具店了 都是老家具吧 就是能代表老上海文化的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里面也一个最大的元素 那么就是安倍国的一些风格的东西 没有什么烦恼 是一碗红一面直接或两碗 如果有 那就两碗 干了这碗红一面 一种很难 嗯 真的是浓浓吃香的感觉 还能买的 以前 时光给老婆通过门 时光说的情 车的门 大个门 这样的鞋子 就很难用 像现在你看那有个小摊 我之前每次走这个南长路过来的时候 我都看到这个阿婆 她会在这摆着看 而且她还放一个小植物 是吗 嗯 阿婆好讲究生活情调啊 哦 这全是那种老式的那种鞋子啊 对 嗯 都是以前看到妈妈 还有外婆买的这些东西 你看手披带啊 还有我们以前衣服上的那些按钮 像这样的鞋子 嗯 什么种啊 因为就是老鞋 哦 布鞋 唯一大节目是穿这样的 嗯 我妈妈也不是为了挣钱 是为方便大家 有的人买不上扣子啊 针啊 线 我们随便买 我们就做做这样的事 阿婆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生在这里 我就生在这里 六年小学出镇 后来六年 不是到新疆去嘛 就到了新疆去 哦 去了三十二年以后 九十七年以后 阿婆你是每天就是开门了 就是把花拿出来 然后就是打烊了就收进去的 对对对 然后花开的时候是路过 只能一步下来看一看 谢谢阿婆 谢谢阿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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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您逛了这么多小店 您觉得这边怎么样啊 小店我特别喜欢 关键你看那些店主啊 我觉得他们本身 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挺让我受启发的 之前也是在工作上 有遇到一些瓶颈嘛 我在想 如果我早点认识他们的话 有可能我就更早地 可以释怀一点吧 是工作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公司那时候 进行了一定的人员调整 你也可以理解为 他进行了一定的裁员 然后当时我也出现在了 那份裁员的名单上面 其实当时因为已经工作挺久了 职业发展上面 是有一些瓶颈的感觉 所以当时就是不知道应该 接下去应该干嘛 突然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建议 他说你要不要去学点东西 所以当时一下子就觉得 也挺好的 所以当时选择了读在职的 研究生职工商管理方向 父母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观念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结婚 生孩子等等 但是因为这个我是 很明白我想要什么 我觉得哪怕你50岁去考 其实都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跟这个年龄无关 读书的那件事情 倒反而能让我去沉下心来 三四个月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 沉上姐你看这个栅栏真的很特别 比如说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 看到的就是爱因斯坦 从我这个角度看到的是李四光 所以很多时候 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一个事物 会都是不同的结论 大概就是因为观察的角度不同吧 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生 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逛电 聊天 了解历史 感受现在 陈小姐深深体会到了 这个街区的温度和魅力 对于在这里生活 已经充满了期待 那小姐我们这个房子就到了 这是一个老式的这样的一个上海弄厂小区 这边的建筑的历史也比较悠久 所以您现在走这条路啊 就很有可能 诶 之前某个民连就走在这儿 进行输出了 对 就是如果你可能摸到这个墙 就是在跟某个人隔空牵手 小姐 那我们房子就到了 就在这边了 咱们前面就是我们的重庆南路 这边呢 是我们刚才进来的那个路口 南昌路 然后这边后面是雁挡路 如果您从重庆过来的话 您可以坐深重县 然后再换一号县 然后到黄平南路下 从那边过个天桥 五分钟就能到您现在住的地方 小姐 你看这个就是整个一个房子 它原来是一户人家住的 现在变成了七十二家租客 这个房子看起来年纪比咱们算加起来大 那咱们先进去看看吧 好呀 好呀 小姐 我们来看一下房子吧 来 好 里面请 整套房子共十点七平方米 上下有两层 楼下是起居空间 楼上是卧室 这边可以做您的一个写字台 包括整个窗户有个采光 然后这边你可以放一个沙发 累了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您可以放一个小暖锅 你看这边采光也特别好 你看啊 它这个朝向是朝哪里的呢 这边的朝向是朝东 你看前面是我们的南北高架嘛 您可以走这个小路过去 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纵身感 感觉这个窗户就是给您开的 那咱们去楼上看看吧 好 来 走 小心啊 这个楼子特别的陡 也特别的窄 得一个一个上的对吧 对 得一个一个 小心 小心 来 慢点 感觉也要在后面拖着 您慢点 慢点 慢点 对 这边确实是有点站不直 有点站不直 对 你看到这边有张床嘛 然后那边有些收纳的 它的空间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知道对您来说够用吗 对我来说 其实床道不需要有这么大 其实我觉得储物的空间 倒是适当的可以大一些 它这个窗子 就是借着前面楼下的那个窗 对 因为它是一个老式的住宅 所以它这个窗子是向下一起的 咱们下去谈吧 好 行 走 来 咱们下去 这是硬个头皮下的 来 小姐 我带您看卫生间 来 给您看个灯啊 对 在这 比较神奇的一个卫生间 面积不大 五脏俱全 好像有点脏 现在看着 那这边租金是大概什么价位 之前的话从东西只说两千五 我们很难谈的时候 我们帮您谈了好多次 他愿意每个月让利两百块 一年可以让利两千次 就可以买一个小家店 你还挺为我考虑的 我看了一下 整体空间对我个人来言 其实够住了 但是稍微还是有一些脏乱 不是说那个买房送设计 租房送装修吗 真的吗 你放心 我们帮助您的一切教授 这一次的改造任务 会由哪位设计师来完成呢 你好 我是石欣欣 欢迎欢迎 我是石欣欣 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来上海六年了 摩登 繁华 是我以前对这座城市的全部想象 但是走进它之后 才更深切地体会到 专属于摩都的视感和温度 空间是有限的 但生活是无限的 用心改造每一个空间 是我融入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这座鬼换人员 她是一个单身的女生 我们就帮她找到了一个 符合她心理价位的一个房子 在南超路上 这边有一个短片 两个人先看一下 她的整个房子呢 大概就是10.7个平方 在二楼的话 她是站不起来的 她的地板包括墙面 都有零发霉 隔一效果也是非常高 上去那个楼梯嘛 特别地抖 这个卫生间本是设置在住房的外面 我厨房的话 要她过去跟人家一起 是有一个公共的地方 那我们这次的预算是多少呢 这套房子因为装修比较老旧 租金也就比较便宜 一个月是两千三 然后租期是三年 也就是三十六个月 相同区域 相同面积的精装房租金会四千五百块左右 这样的话一个月有两千两百块钱的差价 那三年的租金差价也就是七万九千两百块 所以就可能希望这次的装修预算 要低于这个差价来实现最高的性价比 这个建筑保留了当时很好的这种建筑外貌的形式 你看它是墙面上现在是完好的清水清砖的结构 然后上面有红色的砖墙世带 包括其实它上面的一些圆拱形和三角形的这个造型 就是一个中西建筑相融合的产物 就包括它室内的话 也有一些很老的这样子的元素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元素能够融入到设计当中去 给委托人提供一个更理想的居住环境 这个高度是220 健身940 房屋尺寸测量完成后 施工队开始进行清拆工作 我们这个小项目它的建筑面积比较小 所以我们不想把很多东西都给它清拆掉 只是局部做了一些改动 楼上和楼下的柜子都需要把它清拆掉 好的 关于这个阁楼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是希望不要做太大的这个破坏的 打开楼板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结构目前是怎么样子的 有没有这个承受的能力 这个它以前上面的结构确实也是有工资缸的 因为现在上面的承载面积不是很大 承载力肯定是足够的 这个是稻草 这个是泥巴 这个原来的老墙不是用泥巴和稻草粉出来的 这个不老的 这个很脆的一碰它都有坑的 我们想把这个吊顶拿下来 看看它能不能为我们的阁楼空间再增加出来一部分高度 由于房屋年代久远 所以在着手改造之前 先要对房子进行加固和修复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把这个整个这个粉刷层 全部用水泥粉上去加强它的凝固度 然后我们要进行静下层的收复 现在这个整体是在给墙面做一个找瓶 墙面放任何的柜子 它完全是严丝合缝人 我们进到这个现场 第一给人的感受就是它的空间非常的小 上面是有一只阁楼的 所以进去的感受是空间是比较压抑的 光线也不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设计师决定在不影响沉重的情况下 切割掉部分阁楼的楼板 在靠窗的部位留下一个上下打通的空间 现在这个楼板打开了之后 调空的这个区域感觉还蛮好的 我们这个阁楼上下整个做了一个打通的 800宽的这么一个空间 希望上下的光能够有所穿透 也希望通过这个处理能让我们的业主和委托方以后在阁楼上面 也能够感受到渺渺的阳光 由于阁楼的层高只有1米46 人无法站直 设计师希望通过打开吊顶的方式来增加层高 但是当打开这个房梁的时候 可能跟我们预期的有一些偏差 因为这个建筑它本身就是一个老建筑 所以它就是这种木制的格梁 去作为这个上下楼的这个支撑木建 所以在保护这个建筑的同时 我们没有办法去破坏这个梁 虽然层高无法增加 但是看到重建天日的房梁 设计师又有了新的思考 它这种原始的结构 在我看来 它是有这个历史味道和有记忆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刚开始也考虑能够把它完全裸露出来 它以前的板与板之间都有缝隙 楼上的走动会有一些落成 从这个地板的缝隙里面会落下来 其次一个它也有没有一个隔音的作用 你看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个加固点的 这个IX形的一个加固点 那如果说你要裸露 这些地方这个都是需要清除的 你对它的沉重的结构会有一个损伤 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切割掉一部分的横梁 满足委托人在上面 能够有一部分的占领空间 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梁啊 我们是从这户人家是贯穿到隔壁的 因为这个梁如果说打掉的话 会影响这个整体的结构 所以说我们最后采取了第三个方案 绝大多数的这个空间呢还是把房顶掉平 但是在整体调高的这个区域 我们把房梁做了一个形态上的保留 在这个空间当中去还能留有一些原来这个建筑的一些痕迹的味道 而在这次的改造中 楼梯的处理也是重点 原先的楼梯坡度太陡 踏面太短 行走起来十分不便 这一次设计师虽然没有改变楼梯的位置 但对楼梯的角度 踏面的宽度等都做了重新的调整 所以我们调整之后的楼梯呢 虽然位置没有变 但是这个尺寸上进行了调整 改造前踏面的宽度是145 高度呢是220 改造后楼梯的踏面宽度是240 高度是200 楼梯的坡度呢 由原来的56.5度 现在调整为45度 那图纸都这么多了 是不是整个布局的方案也差不多出来了 因为这个项目的预算比较有限 所以对于原来的这个结构不做大的调整 二层呢还是睡眠的区域 一层呢还是客厅 楼梯下面呢我们会设计一个小厨房 在这个区域呢会放置小冰箱 电磁炉 水槽 还有洗衣机 这些东西都要放在那个楼梯下面的那个斜角 是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想法在未来实施起来是很有难度的 但是呢现场我们也会跟橱柜供应商去沟通 我们也会去现场复持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 然后推动下面这个方案的实施 这个上面呢就是上柜的区域 这个区域是小的那个抽材板可以抽拉出来的 尺寸都比较小 那哪会加板呢 要加的 那下我们都做了这个柜子 都是尺寸 这全都是尺寸的 但是我们空间内还有一些角落的这个空间 我们也想把它充分的利用上 因为我们这次来了现场发现它这个里面的高度还是蛮高的 但是借助这个装置我们想把那个衣杆固定在这个两边 然后这样子去挂衣服 然后呢也是需要柜子需要按照我们这边来的更爽化的 它原来的目的就是一个程度都做了 但是如果咱们能给它增加一些储物的工资 这个就更好了 柜子啊它上侧 它这个二楼顶啊是一档一档的 所以我们想利用那个二楼的那个结构 走可以伸上去挂衣服 这个拉条的话要先不要拖 原先的空调在楼梯处成了上下楼的障碍 经过重新布局 设计师把空调放在了挑空的区域 并设置了两个出风口 这样既不会影响走路的动线 也能经过到楼上和楼下两个区域 来 鱼点儿 这把门叫的那里去不去啊 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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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隔一问题 设计师将原先的木窗换成了双层中空玻璃 窗户的里面加了一层木格杉 而且木窗上面有百叶 我们希望通过百叶的这种光影的斑驳感 营造这种以前的老上海的这种气氛和味道在里面 而对于房间的整体配色 设计师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关键词 海派 我们希望能够把海派和上海文化能够融入到这个空间里去 所以护墙板的形式可能就是有一种这种复古的线条在里面 而且护墙板的颜色我们选的是祖母绿的颜色 深色的面板是更加的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小空间的 能够更好的诠释我们整个空间 它的色彩搭配包括软妆的搭配 另外护墙板的上面呢 我们会选择今年当下最流行的裸粉色 也希望通过浅浅的粉色能够让整个空间当中有温馨的感觉 然后符合我们委托人需要的这个温暖的感觉吧 这次改造也对原本脏乱破旧的卫生间进行了翻新 我们整个对卫生间的防水重新做了处理 包括一些年久失修老化的水管也重新进行了更换 而且配备了一些现代化包括智能化的这个拮据 还有水龙头在里面 经过我们的改造相信委托人在日后的使用上会带了很大的便利 设计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 剪无童书液 虽然我也不知道剪这个书液到底要干什么 但是我们一定会完成这次任务 这个设计师让我交给他的无童书液 还有这个老门板 我现在就要去交给他了 下面会利用房间里老门板 还有无童书液 再为我们的空间做两个小软妆 把这个无童书液夹到这个纸中去 透过这个草花纸 我们能够看到这里面这片无童书液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灯的这个框架 诶 少许呢 咱们这个都做好了 对 现在我们这四个框架就做好了 下面第三步我们是要把它组装起来 希望我们的伟托人能够感受到我们赠予他的这份秋天的温存 反正我是感受到了 施工已经接近尾声 可是地板缺到最后的海湖 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玄机呢 我们的产品本身啊没有锁扣的 所以说它也不需要上胶 旁边的瘦边呢 其实我们就靠美工刀 瘦边就行了 所以说呢也不需要用锯子啊 所以也没有粉尘啊 所以说在铺装的时候非常非常安静 几铺几用 想拆就拆 把传统的地板呢 建材把它变成家居的那种概念 随随地你想换就换 想砍就砍 这种新型地板安装和拆卸 都十分的便捷 甚至还能打包带走再利用 因此非常适合房屋的二次改造 和老屋翻新 你们这个地板怎么没有声音的 效果倒不错啊 我们这个是用美工刀切割 没有电路机械 所以没有声音 历时四十天 南昌路出租屋的改造 全部完成 你的房子终于装一些好事了 你去看一下哦 哦 好期待好期待 走吧 这边这里有很大的变化呀 这门好漂亮 你看你看 它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是设计师上 给你做的一个小巧思 这个就是原来的一个旧门版 设计师还挺有想法的 那就把钥匙交给你哦 好激动啊 我来看 天哪 我都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 这是我拍的照片吧 是啊 不就上次我们一起去 南昌路的时候对吗 对 好感动啊 真的是 一下子就有自己的家里的感觉 你看这就是一个全称镜 对哦 这个很棒 对可以从头上到脚 细动另一个空间吧 它还有 它是一个大鞋柜 特别好特别好 够花好多鞋子 这边有个电视剑 设计师实在太贴心了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电视柜啊 哦 它里面真的还挺大 所以它这位一圈全是吗 哦 这可以直接挂衣服 你们发现一个很大的特别 这个房子 哦 这个地方就不压抑啊 对对对对对 它等于把这串窗就给解放出来 就甚至于我都觉得它是不是往上有挪过 应该没有吧 没有 但是真的我感觉好像上次我记得 因为它个子比较高嘛 都觉得快要到头顶了 但今天就真的还觉得还可以 而且你们看那个顶上还有那个凉哎 对对不对 它就是把那个凉重新暴露出来 对啊 然后反而就形成了一种护影霉感 对对对 这个真实用 平时正好是我因为要读书啊什么 看书这么好 然后你打开窗户之后 整个事业就特别好 这个能打开吗 哦 它是这样的 可以哦 哦 真的 只要把这个盘片盘下来 哦 是这样的 就可以整扇推开 整扇推开 对 哦 这样的好处就在于没有中间那个横杠 加了这个就感觉很复古 对吧 对吧 还有那种弄堂的那种感觉 这里的纵性感特别好 对啊 你直接看到那条路 哇塞 就是说这个特别好 哦 哦 哦 舒服 舒服 真的有时候你不想睡在上面 其实你睡在沙发上也行啊 有发现吗 我们这里过了一个新的供应区啊 对哦 多了一个厨房哦 哦 哇前面藏在里面都还没有发现呢 好迷你啊 但是好可爱 是啊 你看它这个水槽就是点点啊 哦 今天晚上可以做饭了哦 嗯 其实一个电子路我觉得够了 嗯 其实是很方便了 这是 这是一个小冰箱 啊 吃个砧板 对 就是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对 等于桌面又被增大了 然后给你演示一下啊 你把它拉直之后 然后看到没有 这样就很稳固了 哦 你在这里切菜的时候 就不会摇摇晃晃了 就可以很稳定的切菜 刚才我们说到储物特别多 哦 对啊 更大的储物 下面就是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哼 哼哼哼哼 真的啊 这个还能移动啊 奇迹原来放在这里 它这个能放多少东西 这个储物的东西 真的是绝了 储物的天堂 我一个人力量可以吗 你试试看 哎 其实还是蛮 蛮轻松的 可以吗 我可以的 你之前的楼梯不是走起来很不舒服吗 嗯 你再试一下我们新设计的楼梯 你可以墙壁上还有一个小夜灯 哦 我看到了 晚上走的话也会触发它 这样的话就不会踩通一雷了 哦 哇塞 这个比上次那个安全多了 好走多了 哦 而且你的床看一下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嗯 这是我的床 所以上来其实有新鲜感 嗯 就突然发现它整个就是转换了 对上面其实比下面的惊喜感更加大 想象一下如果是天气特别好的大太阳的话 其实那个光照就完全没进来了 这里面墙都是储物哦 天呐 我已经知道了 你看看 哇 这能放多少东西啊 它其实功能性真的是很丰富 可以看到这边 好呀 哇塞 还那么干净啊 这跟第一次完全不能比啊 感觉都比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大了一点 关键是因为它里面还有面镜子 所以在这里洗澡应该没有问题吧 当然当然 地下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地板 实际上就磁砖 周围这些柜子呢 也是防水器非常好 要衣缸哦 要好你可以一直把它拉到这里 哇 对啊 它很简单的衣服是完全没问题 哇塞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老房子里面有这么一个配置已经算是很豪华的版本了 这还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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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哇 正好可以躺下一个小宝宝 是吧 我一米八四躺下这个都没问题 对对对对 你们躺肯定更OK 这个位置我们有一个小的暗格 这个地方是可以躺开的 对 里面也可以储藏一些小的物件在里面 然后这一个区域它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储藏空间 里面还是可以做收纳的 除了这一个空间之后 它下面还有一个储藏空间 还有 对的 然后下面把它掀起来 就可以再利用它来作为储藏空间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我和小卢一起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 这个小树叶就是乌桐树叶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点亮的样子 对 真的能看到树叶 你们太用心了 这边的感觉 很漂亮 但我还是会坚持自己的选择 全球有一个小树叶 本次改造的硬装部分主要用于老房的修复加固、楼梯搭建以及卫生间改造等基础工程,花费了3万2千元。 所有家具、橱柜、电器以及地板等能打包带走的软装部分花费了3万7千元,改造总价为6万9千元。 该房屋租金是每个月2千3百元,同区域精装房在4千5百元左右,差价是2千2百元,租期3年。 共产生差额7万9千2百元。